男嘉宾何先生32岁来自广东四季 女嘉宾魏女是26岁来自湖南代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在哪生活呀 广州 湖南妹子跑广州去了 对 就是远嫁过去的 可传奇了啊 姑娘出差 打一滴滴 碰一四季 是她爸爸 四季说 过游儿子未娶 你嫁否姑娘 姑娘说未嫁 好了 是说的你们俩这件事吧 是的 那个司机是你爸 是我爸 在车上那个 你公公就给你介绍他儿子了 对 他说他儿子 也就是到了那个结婚的年纪了嘛 然后觉得我看起来还挺和善的 就是我把他儿子介绍给我认识 然后呢 就两个人后面就是加了微信 然后就有联系了 他收你车费没 收了 还收了车费 然后呢 然后我们后面就 就是聊得挺投缘的嘛 后面就约到一起去那个珠海那边玩 这聊得挺投缘是只聊了多久啊 一个多月吧 后来呢 去珠海玩了之后就觉得 两个人还挺合适的 而且他爸爸也同意嘛 我们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四月份然后就结婚了 这个从你打上他爸的车 到你跟他结婚大概中间多长时间 三个多月吧 哎呀 人生需要勇气啊 你老爸可以啊 因为当时候是我爸爸介绍的 因为毕竟都是父亲介绍 就觉得比较靠谱 其实你老爸也不认识 而且我老爸跟我说 他也蛮漂亮的 自书达理 这个认识三个月之后就结婚了 就算闪婚 然后呢 就是四月份结婚了 五月份的时候就有宝宝了 但是那时候还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一直在长山工作 然后宝宝在肚子里面 七个月大的时候 我才辞职 然后去他广州那边 跟他一起生活 宝宝现在多大了 宝宝现在三个月 我的天哪 太快了 就这姑娘等于在 十来个月的时间 就从单身到结婚 到怀孕 到生宝宝 中间还有辞职 对 怎么了 姑娘 谁不开心 你不开心 他不开心 就是现在最近 我们两个经常闹矛盾 他就觉得 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对 所以的话 就想借了这个机会 就把心底话说出来 那你觉得你做得对不对 没错的 因为我们就是刚结婚 才一年多一年时间嘛 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是在磨合期间 其实能解决的 其实不是的 就是之前我们两个人是异地嘛 然后后面我来到广州之后 才发现就是 要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 我原先以为 就是我跟她两个人生活嘛 而且现在有了宝宝 五个人住一起 我觉得更麻烦 明白 明白 然后我就跟她提出说 自己生活嘛 她就不同意 而且她们家有这个条件 也有两套房子 我们家的确是有两套房子 但是其中一套 已经租给外人了 我问你一句话 想搬出去住 是觉得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不方便 是不是 对 而且我跟她妈妈也 就是婆媳之间 也会产生很多矛盾 现在孩子谁带呀 一直是我带的 一直是你带的 来 说你跟你婆婆怎么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在长沙 就养了一只小狗嘛 然后那个狗狗就一直陪着我的 就跟我很亲 我不是跟她过去广州生活了吗 然后我就把狗狗也带过去了 而且她就是唯一陪满我的 我广州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然后她妈妈就说 这个狗狗干嘛啊 就嫌弃她 就说她是个累赘 然后她也听她妈妈的话 就把那个狗狗给送走了 有有有 这可不好 送走了 就是送到我自己 湖南老家那边去了 但是我就看不到了嘛 也没谁跟我说话了 而且他们广州的乐意我也不懂 就是语言也不通 明白 明白 这个除了这个 跟婆婆还有什么矛盾啊 就是当那时候 宝宝一个多月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的那个身体不是嘛 然后我就给宝宝端奶了 给她喂的奶粉 然后她妈妈就觉得 奶粉为她不好 就是宝宝现在有什么问题 她就说 还不是因为你没给她喂母乳 就是什么都是怪我了 而且我原家过来到她那边 就是她相当于是我唯一的亲人嘛 然后她还是在她妈妈那边 就都不帮我说话了 明白 就是你得不到你先生对你的支持 是吧 对 你们俩之间有什么嘛 这是跟婆婆嘛 说你们俩好吗 就是我不是从那个长沙十字 过去她那边广州生活了嘛 然后我就怀了宝宝 那段时间我就没有收录了是不是 然后我就说 提出来说她的钱让我管 她也不辣 然后我说要买什么东西 她也不肯 我都嫁给你了 然后还给你生宝宝了 就是我花你一点钱 你也计较吗 这个你要回应一下 其实我不让她管钱的话 其实她心里应该知道的 因为她就比较喜欢在网上购物 你说要帮宝宝买些什么东西的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跟我说 我去买就行了呗 我就是怕她乱花钱呗 因为你说现在就是一家三口 她没有经济来源 就只有我一个经济来源 宝宝就是每个月的花销 都是用在我身上 你是这么想的 那我问 就是我要用钱 我还要问你 还要看你的脸色 我觉得那我嫁给你 然后我有的时候 给宝宝买什么衣服 难道我还要伸手 我帮宝宝要钱吗 这太可笑了吧 是不是 就是你至少给她一些零五钱嘛 对吧 你不能让她没钱嘛 你觉得呢 但是她主持人 她经常就是帮孩子买一堆 就是我觉得没必要的东西 你说一个孩子就那么一顶点 她就一次性就满意 男孩女孩 男孩 然后就满意 对衣服 那岂不是浪费吗 而且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的 两个人夫妻之间的 那些金钱都是各管各的 我觉得就没必要 对 就是反正A一致 离婚率也挺高的是吧 那你至少 因为她现在没收入怎么办呢 你不给她点吗 我又给她一点啊 但是她就总觉得不够夸嘛 行 在经济上 夫妻之间是有冲突 除了这个钱的问题 你们夫妻之间 还有其他的矛盾冲突吗 就是她工作嘛 我说让她去找一个 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她就从之前那个服装销售 现在换的那个网约车嘛 那两个都是 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 以前做那个服装销售 还有一点时间帮我 就是看一下小孩呀 我不用一个人 24小时看着嘛 现在她就是 小孩半夜哭了 她听到了也专程不听到 然后白天联系她 她就说我在开车 根本就没有交流了嘛 是不是 我不接她电话 因为我们就是 做网约车司机的 如果理不中 这个我们都理解 对 我要问的不是这问题 我的问题其实很简单 就是因为你辞了职之后 其实还有很多选择 对吧 对 为什么选择了网约车司机 因为她就是每天唠叨 然后她还说我老爸赚了钱 因为老爸也是开滴滴的嘛 所以我就一次机下 也没有跟她去商量 就把工作迟掉了 其实我也很委屈 因为我在之前那个岗位上面 已经干了七年了 就是也很舍不得 我一起共事的一些同事 好 听明白 开车是因为一是生气 二是想躲避 嫌妻子太唠叨 对吧 对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就是之前 我就跟她提 就是我现在待在家里面 也没工作了嘛 然后我就提出跟她说 就是出去工作嘛 她也不同意这个事情 你现在就想去工作了 对 那宝宝呢 就是放到我爸爸妈妈那边带 就是湖南 不是要从家里搬出来吗 湖南老家那边 但是她现在还没让我搬 送给外公外婆带下吧 我外公妈妈说 她愿意带我们家小孩 那你舍得吗 那么小就那么远 但是我觉得外公外婆 肯定会对小孩好嘛 而且她爸爸妈妈 也是要在外面工作 没有时间 明白 你舍得吗 我不舍得 因为太远了 然后我就说 家里面请一个保姆 然后我出去工作也行 每天也能看到 她也说这也不行 那为什么一定要出去工作 而不是把宝宝再带一段 再去工作呢 这大半年来 我每天也没事跟我说话 一天24小时 就面对一个 不会说话的娃娃 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就是挺 无力无援的 然后 她也没有谁帮我 然后她也不帮我 有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无助的吧 明白 所以我们看啊 一个女生从一次出差的 跟司机的攀谈 就发展成了 跟司机儿子的一段恋情 从恋情就快速地 发展进了一段婚姻 这个前后的时间 我算了一下 只有三个半月左右 接下来很快就结婚 结婚到有孩子 也就一个月 在第七个月的时候 女生又辞了职 生活又发生了变化 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州 来到了婆家 接下来就是生产 在这个期间又加上了 因为小狗狗的养不养的问题 跟婆婆之间的冲突 因为没有了这个经济收入来源的不安全感 希望管理丈夫财务的冲突 现在面临另外一个冲突就是 我实在是太寂寞了 我也想出去工作 但是先生不让我去 这个确实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对这个女人和家庭来说 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好